您对这个儿子满意吗 满意 非常满意 他很孝顺 他很乖的 妈妈贵姓 姓姜 姜妈妈 秀姓姓姓 你好 把你们家别墅拿出去抵押 这事你不知道吧 刚开始不知道 如果他这次生意做赔了 你还会来吗 那也没办法嘛 我只有一个儿子 也有为他支持嘛 您对儿媳妇有什么要求啊 媳妇我也有敬古一次 也长得蛮乖 也蛮漂亮 我一家人很喜欢 你已经认可了是吧 我认可了 谢谢你们 在第二现场为孩子鼓敬 谢谢你们 为儿子加油 好善良的父母 一点看不出家里很有钱 你看穿着各个方面都挺腐术的 不像这哥们还来一条爱马仕 要学学父母要低调 祝你今天求婚成功 谢谢 谢谢朱老师 来请站到 把钱拿着我没动啊 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案件旁边 问你几个问题 他如果今天不来 你怎么办 假如他今天不来 我希望他能看到我已经改变了 你还会继续追吗 追 如果他今天来了 说你这一千万来得太容易了 不是靠自己的真实本质赚 那怎么办 这些来得不容易 虽然我讲得很容易 但中间我付出很多 第三 如果这女生来了之后说 根本就忘记我说过什么一千万 我随口说说的 就算随口说说我也愿意完成他的任务 他凡是提出所有要求 我都会去满足他 去为他实现 为他改变 成为他你想的男人 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很考验你 假如这个女生说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你怎么办 但是他真的不可能 因为他相信过几次啊 他有没有男朋友啊 我都了解的 因为他身边还有我写眼线的 但是无论如何 就从你刚才说的那句话 和你的眼神 我觉得凭他这种性格 可能真的还会祝福你 这点我相信 接下来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你好 你好 钱拿着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邓丽敏 来自在江文中 我就想看看 是什么样的一个女生 会一句话 就让一个男生挣一千万 你怎么哭了 我看到他在台下这些 这些年的改变 有点难受 嗯 百感交集 百感交集 五味杂陈 哇 眼神里充满了母爱 仿佛在对大家诉说 我的努力是有结果的 孩子长大了 他没有辜负你 说句实在话 当年说那你要挣一千万 是赌气说的 还是真的是有意而为之呢 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还只是个无所事事的富二代 他每天开着豪车 住着豪宅 想着今天去这里玩 明天去那里吃好吃的 他当时我也知道 他在北京有一个乐队 叫三维鱼 但他更多的只是当成一种副业吧 认识他之后 他说没有见过像我一样特别的女生 当时我坐在KTV里 他说明明 我没有见过比你更漂亮的女生了 我说你当时只是看上我的外貌而已 其实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后来他穷追不舍 我有点烦了 我的性格也比较急 我就跟他说 你走吧 我不需要一个没有事业的男人 我希望有一天 你能够学会单单 用你自己的双脚 能够站在这个社会上的时候 再来找我 就当你赠到一千万的时候 做一个证明吧 当初你向他提出一千万要求的时候 你心里是不是觉得他压根就达不到 那是一种拒绝的方式 多少是有这样的成分 大部分 但是也有一小部分认为他是有这样的能力的 是的 因为我后来坚持过来发现 其实他是一个很有责任性的男人 我只是希望他能够学会单单 他的肩膀有一天能够让我放心地依靠 让我觉得这个男人就算脱离了家里人 也能够承担起一个家庭的责任 值得我托付终身 冒昧地问一下 你的家境怎么样 我家境还可以 跟他差不多吗 比他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你眼光不错 你知道那些妖精一样的女人是不好的 这样的一个女人又长得漂亮 又贤妻良母 小小年纪 这个很有一种这种贤惠的特质 而且又持家的概念 很大家闺秀的感觉 其实我也是靠感觉来的嘛 你感觉蛮好的 接下来就靠你自己的那张嘴 和你的一颗赤子之心了 我告诉你 你前面像一百米 跑了前面九十米 最后还有十米 留在我们完美告白的舞台上 感谢你对我们舞台的信任 但是这十米很重要 接下来是黄海斌的告白时间 加油 小米 你今天能来 我很高兴 这个是你当年要我做的事情 我已经都做到了 我知道你不是为了自己钱而来的 我知道你是想让我改变 想让我变得像个男人的样子 有事业感 可以照顾你 可以照顾你家人 可以照顾我们的未来 你能接受这笔钱吗 你能愿意做他们主人吗 如果我当年要你真的一千万是开玩笑的 你会怎么办 你的一举一动 我都很在乎 我知道你那会是认真的 我知道你也对我有好感 就算当年是个玩笑 我也愿意为你实现 不是真的 不认真的 不认真的 如果我真的都会用 你会是什么 如果你不承认 害雨 你不想让我 我不能 我 这人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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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